一命二运三风水 每个家庭整体宅运的吉凶,无论是事业升迁的顺逸,运输的高低,家人财运的好坏,还是夫妻缘分的深浅,子女读书是否成器,考试的运势好坏,甚至健康状况是否正常,都和客厅风水有莫大的关系。可见,客厅风水是洋宅风水的核心,在家居布置时不可不慎重考虑。 一客厅摆什么增财望运?一客厅财位一放招财物,客厅的财位找到之后,必须在财位放置一个稳定的四方柜子,高度约一百公分上下,而且柜子必须是有门,有抽屉无洞的,才不会漏财。 然后在柜子上的桌面,可以放置紫水晶洞,白水晶醋,玛瑙洞,七星镇,五色水晶锯宝盆,财神像皮羞雕像,麒麟雕像,植物盆栽,鱼缸,流水盆等。 记得招财物品皆需进化,消死或开光才能使用,且一大不一小,一少不一多。 二,客厅财位一放盆栽,客厅的财位已摆放生机勃勃的茂盛植物盆栽,借由植物不断的生长,可令家中财气持续旺盛,运势更佳。 最好是用泥土种植的中,大型长绿植物,尤其以叶大,叶圆叶厚的黄金葛,发财树金钱树,橡胶树天堂鸟,巴西铁树等为以。 切记不能种有刺的植物,以免犯小人或破财,亦不可种藤类植物,以引起口舌是非。 三,客厅一放花瓶。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喜欢在家中放一些花瓶做摆设,因为花瓶的瓶子与平安的瓶子同音,所以在家中摆放花瓶,是希望全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而一个图纹色彩美丽的花瓶,也反映出屋主的品味格调,既高贵又典雅。 而较大又圆形状的花瓶,还可以放在家中筑刀或臂刀旁,用来划刹。 若在柴位放花瓶,则必须在里面放补五色水晶碎石或五色豆,再放上168元的零钱,就可以成为招财的聚宝瓶,以物多用,一举多得。 4.客厅仪放置鱼缸 客厅是住宅中唯一适合放鱼缸的地方,在家中摆放鱼缸养鱼,不仅可以为居家增添生气,且在插鱼饭后,观赏他们悠闲自在的泳姿,能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 4.但要注意鱼缸的形状,大小及摆放的位置,还有必须是流动的活水才行,命中缺水的人摆放鱼缸在客厅,就会对运势大有帮助。 5.但对命中寄水的人,放鱼缸在客厅就很不适宜,若可听窗外见冲天杀或臂刀杀石,也可以放置鱼缸来化解杀气。 5.客厅一方风水轮,风水轮又称流水盆或湿来运转,由于气欲风则散,遇水材质,有水流循环布置的风水轮,就能起到收纳财气的作用。 尤其家中才未刚好遇到窗户或是门,不宜聚财时就可以摆放此物品,摆放时要注意水流的方向,一定要朝向屋内,才不会让财水外流造成破财。 6.客厅一方鲜花 家中除了可放置植物盆栽来进化空气,那采集之外,也可以摆放花卉盆栽,用花卉装饰居家环境。 主要是装饰客厅及餐厅,因为此,二者皆为公共空间,是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 美丽的鲜花不但能美化环境,让心情愉悦,更可以招贵人,招桃花增加人员。 不过鲜花的花期较短,要定时更换或浇水。 7.客厅一卦风景画 现代人在家居布置时,都喜欢选择一些卦画来装饰,以表现个人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 可以在大厅挂上一张景色优美的风景图,湖光山色,远眺高山大海之开阔,宽广家人的视野,让视野宏图大展,也放松压力。 8.客厅一卦花卉图 在家中挂一张百花齐放的花卉图,最好是五星颜色齐全的花卉图,能够色彩艳丽,花团锦簇,荣华富贵,吉祥内赋。 这样能广招贵人,粮食亦有灯门相助,让家人的视野虔诚似锦,亦可增加人员,桃花运及财运。 9.客厅一卦时钟 时钟就是转动时间的轮盘,在风水中具有八卦盘的功能,又有风水轮的效应,有趋就迎新,反复变动之功用。 时钟有韵律的低打声,会给家庭的成长,带来更多的规律和节奏感,让家人养成遵守时间的好习惯,上班上课才不会迟到。 所以,在客厅挂时钟是必须的。 10.客厅一摆放水晶 水晶是大自然的能量结晶,是调理风水的良品,它的成分主要是六角结晶的二氧化锡。 水晶一般的作用就是储存讯息,放大讯号,产生共振,吸收电磁波,在电子产业中经常用到它。 在风水上因水晶具有大自然的能量,可以把负面能量调成正向能量,所以能够化解家中不良的邪气、阴气、煞气、病气。 把水晶放在柴位上可以聚采,放在桃花位上可以招桃花,放在贵人位上会得到贵人相助,放在文昌位上可以开智慧,放在天衣位上可以使病人早日康复。 家中的水晶百鉴不宜太小,否则能量太。 若效果不佳,以使用天然的水晶醋、水晶柱、水晶洞、水晶圆框效果比较好,非天然的水晶制品完全无效果,不宜使用。 11.客厅仪挂窗帘 客厅的对外窗或落地窗一家装窗帘,可适时阻挡外界对屋内的不良影响。 不但能减少开窗后的灰尘,还可以阻隔阳光直射的紫外线,降低噪音。 冬天时还有保暖的效果,窗帘的布料很多种,但颜色不宜太深,太深的颜色不具透光性,容易具阴气。 除了上述方法,如果你想要通过客厅招财,还需要注意客厅的风水布局。 二,客厅的财位怎么看? 要想忘财,你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找到家中的财位,对于家中财运方位,最好辨别的就是民财位。 这个地方就是进大门处的左手边,也是一个家的咽喉之处。 客厅财位关系到全家的财运、事业、生育等的兴衰。 所以,财位的布局及摆设是要引起重视的。 财位的最佳位置是客厅进门的对角线方位。 比如说,假如住宅门开右边时,财位就在左边对角线顶端上。 假如住宅门开左边时,财位就在右边对角线顶端上。 假如住宅门开中央堕,财位就在左右对角线顶端上。 财位是一个风水场中正能量集合。 聚集的出所是家居风水布置的重中之重。 直到了财位的位置,那么再我们就要认真仔细地布置一下财位了。 三,风水好的客厅风水特征。 一,客厅宜宽阔。 客厅是家人休闲活动的地方,也是客人来访极其有相聚的场地。 所以需要有较大的空间,才方便家人的起居和接待亲友客人。 若是客厅太狭小,或放置过多的家具摆饰,就会显得过于拥挤,令人产生压迫感,且不利于家运及事业运。 二,客厅宜明亮。 客厅是全家人活动的重要公共空间,除了要宽敞舒适之外,更要有足够的光线。 家中若没有良好的彩光及照明,就容易聚阴气,以造成居住者身体不适,无名病痛,精神不济,前途不佳。 所以,客厅的采光必须良好,灯光应明亮,形成风水中的明天暗房之极宅。 客厅的采光一般在白天以自然光为主,晚间则以人工照明为主。 三,客厅已有窗户。 客厅已有对外的窗户,才会空气流通,采光良好。 但是窗户不宜过大,也不能设在财位,否则财气外泄,亦造成破财危机,例如落地窗就不适宜。 四,客厅已有阳台。 客厅的阳台不算是窗户,因为外围会有墙及地板,如同容器外推能收雨水,所以能收纳外地财及远方财气,对屋主事业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前阳台会望男女主人的事业财运,而有后阳台则会令子孙事业发达,最好在阳台种植一到四棵阔叶盆栽,能增强吸纳财气的能力。 五,客厅一设住宅前方,客厅是家中往来最热闹的地方,也是居家生活,交友会客的主要活动空间。 所以,最好位于住家的前半部,靠近大门的位置,以方便进出接待客人,更可直接吸纳从大门进入的财气,兴旺家运。 客厅是居家风水中最重要的地方,也是家人聚会或招待客人的场所,关系着家庭的运势及和睦,也影响着全家人的事业,健康财富及名声。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风水变得更好,那就可以按照我说的去做,可以让你好运连连,富贵安康。